提起慈禧太后 每个人的评价都会不尽相同 有的人会说她非常貌美 也总是喜欢打扮 有的人会说她心狠手辣 对待自己的儿子如此残忍 有的人会说她智力无度 使大清朝遭此一劫 但是在这背后 慈禧太后还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 比如她和自己的儿媳妇 甄妃之间的恩怨 令人感觉有些不解 在光绪帝登基十五载的时候 她的婚姻大事也成为了举国上下 最为重要的事情 而慈禧就在这个时候 开始给她挑选妃子 而其余两人作为妃子 这个皇后的人选 就是她自己的亲侄女 而甄妃和锦妃 就让她作为妃子 呈给了光绪 在大家的一贯思维里 甄妃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 因为她的下场非常惨 很多人都传闻 甄妃是做着一些买卖官职的不正规构党 即使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 但是或许也是有据可依的事情 在对甄妃的一些描述当中 她出手比较阔绰 常常打赏身边侍奉自己的人 这就导致很多人都对她有好感 不过在后来国家危难的情形下 这种作为是非常不适合的 而就在这种极度缺乏钱财的情况下 甄妃的花销已经远远大于支出的部分 所以她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 其实皇后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而甄妃认为自己或许也可以尝试一下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的地方 但就是这种思想反而害了她 甄妃因此被治罪 身份也被降了下来 慈禧还对其处以急刑 导致在治疗的时候 其身体所遭受的重创痕迹非常深刻 在当时太医的鉴定和相关资料中都有所记载 甄妃的身体受到了非人般的拷打 所以这种所谓光着身子被胀打的可能性非常大 也或许是大家对于慈禧的了解和印象 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于慈禧的这种作为 很多人会有一些疑虑 她对于甄妃到底有什么样的仇恨呢 非要用这种方式来折磨对方才算心安吗 或许很多人都认为是有别的原因 因为甄妃的想法比较独到和创新 在光绪帝进行为新行动的时候 她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赞同 而光绪对甄妃的爱意也是非常深刻 与此同时 自然就会对皇后照顾不周 慈禧在看到自己侄女受到这样的怠慢之后 内心或许就会出现非常不平衡的感觉 在趁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后 她就可以借此发挥文章 从而能够折磨对方 也有的说法是另外的原因 像是慈禧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甄妃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对其态度也是很好的 但是后来甄妃有些随性张扬 在宫里还随便穿男装 这样的举动让慈禧变得有些失望和反感 所以慢慢就不太喜欢甄妃 从而演变成了厌恶的结局 对于这样的说法 或许也就只有当事人是最了解的 但也能反映出一个问题 在那个年代里 婆媳关系就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问题 而皇家之内也不例外 从这些问题里 能够反映出慈禧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 尤其是在反面态度上 这是让人一直质疑的问题 至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